你好,大家好,歡迎來到 PE 的頻道 這間雞店在旺角三月八號開張 很出名吃海南雞,很嫩話的雞 我們帶大家去嘗嘗 你好,大家好,歡迎來到 PE 的頻道 這頻道主要帶大家去嘗嘗、玩嘗、去旅行 真實的分享、感受生活 記得覺得支持我就訂閱、讚好和分享 Let's go, 立即去片 今集真的不好試,比較短一點 因為今天都是跟朋友去吃午餐 這是我朋友說想去嘗嘗,我也要嘗嘗 所以很簡短,真的不好試 旺角站,意義出口 我現在就是去吃全日雞 全日雞 大家走到那邊嗎? 這裡不陌生 來香港實色,怎麼走 在這裡還要去吃 那邊就不是請客 不客氣 我來不要吃 那邊就行 就在這裡 我喜歡一下 鞭筆 在這裡 裡面 那邊 會不會 不客氣 在這裡 來到門口,就是全日雞實驗所,3月8日開的 我們看看店內環境,很乾淨,可以做到大二十至三十元 正常的環境 去到吃就不設定位 第一個就是這個溫泉雞胸流套餐 我太太喜歡吃雞胸,很滑的,而且皮下脂肪不多 雞油飯是蠻好吃的,沒什麼油的,味道足夠 雞胸做得蠻滑的,吃下去要咬口 雞味也正常,醃料味也蠻足的 味道不點東西都足夠了 第二個就是這個溫泉雞腿套餐,63元,正常價錢 它包一個飲料,但裡面的電子算單可以選其他飲料 到時可以看看我尾段附加代 雞腿呢,夠彈的 雞味也有正常發揮 你看看,它也做得蠻好 你看到皮下脂肪呢,沒有什麼脂肪呢 還有,它也有咬口 味道跟雞胸一樣,足夠足夠 還有,我已經去骨頭了 你看到我也是吃一口肉的,蠻好的 這個桑拿瑤柱肉餅套餐,我去到兩年半小時就熬了 後來去到問它是否可以再有 後來也看到有了,我再點 其實它的午餐有雞的不同部位 還有,還有這個瑤柱肉餅套餐 那時候已經吃光了 所以在今集為什麼會短一點? 因為它只有幾樣東西,雞和肉餅 所以比較短一點,拍不到什麼特別的 但是這個桑拿肉餅呢,好吃的 新鮮的肉醬感覺 而且很彈,而且味道很足夠 它的瑤柱味道也有些,可以一試 最後一個大廈吃了一個小時左右 賣味就是265元四個人 因為我朋友也是點一個很像雞腿餐 他們就沒有試我們這些食物的 我們三個輪流去吃那些雞的 還有我們說的瑤柱肉餅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推介呢,就正常一般 在旺角來說,這個環境 如果在旺角吃可以都知道 其實很多人在排隊,吃完就很快走 或者要坐在這裡聊天 我想就不是這個模式去吃這間食雞店 它也有稱讚的地方 它就是電子落單 其實你也很方便落單 也很清晰的,那個系統 而且環境真的很乾淨 那些服務員也挺幫忙的 但是它有一個落長時間 好像3點半到4點半 大家自己留意一下 最近之前有個朋友說 你之前拍的影片有些歐佛 之前已經轉售了 那現在就用了這部新機 Pocket 3 Pocket 3的賣點就是它對焦 是真的對焦 而且它的防震力真的非常出色 那我的景就是夜景 可以在旺角試一試機 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看到夜景也不像這些大的相機那麼好 但其實它也可以接受 因為輕巧,體積細 有時候街拍也不太難解 從這個180度旋轉 拍一些特別的效果也不錯 接下來日本也會主要用這部機 來拍攝一些FORC 希望大家會喜歡和更漂亮的畫面 記得讚好、訂閱和分享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第一時間可以看我的影片 拜拜 拜拜